10分鐘懶人 哈囉大家好 我們又來到10分鐘懶人的包含運動 那首先今天呢 我要幫各位加一個踏板 那如果各位在家裡面 運動的時候沒有踏板 你可以找一個板凳 或者是在平面上 其實都是可以去運作的 那我們現在運動開始 首先我先帶各位做一個熱身 熱身後我們做一個階梯 這踏步的動作 好首先開始 那我們做這個大概是 30秒的時間 讓我們身體呢慢慢的熱起來 我們可以加快一點點運動 我們可以調整自己的心跳 如果要快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加一點點小跳躍 好 那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要 從熱身直接加一個 肩推的動作 好 手將 踩上的時候我們將手 往上舉 好那各位可以加一點點 手上哪一點負重的東西 啞鈴或者是椅子 或者是男女朋友都可以 好那一樣可以加一點點速度 好那或者是過程中呢 你也可以換腳 好 好 再來呢 第三個動作 很簡單 我們呢 首先先到踏板的兩側 或者是平地的兩側 OK 首先呢先把一隻腳踩上去 我們待會兒會做一個橫移 到另外一邊 好 OK 預備 開始 或許可以加一點點速度 好 抓緊好節奏 好 或者是你可以變成是橫的 我們在這裡啊 可以加 也可以加一點高度 來增強我們的強度 增加速度 來增強我們的強度 好讓我們心跳呢 可以維持在一定的速度 第四個動作呢 我們要去做一個push up 那首先呢 我們待會兒手 撐在這個板子上面 OK 好 兩手一肩同寬 好 那腳傾打直 或者是說 你想要把強度剪低的話 你可以採取跪姿的方式 去做 好 那我們預備 開始 好下去的時候 讓我們胸部呢 輕輕碰到板凳 並且停一下 撐起來 慢慢下去 撐起來 撐起來 或者呢你們也可以加一點點的變化動作 比如說 用手來移動 用手來移動 好 接下來呢 第五個動作 我們要做登山者 所以呢 它的 一開始的動作呢 跟伏地挺身的姿勢是一樣的 OK 將手撐在上面 並且呢 我們待會兒重點是我們腳的位置 OK 首先呢 我們一是這樣子 二換腳 OK 所以我們待會兒要採取連續動作 好 預備 開始 保持一定的節奏就可以了 好 至少要呼吸 好 好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首先 先坐在這板凳上面 雙手 用我們雙手 去做支撐 板凳上支撐 並且動作開始的時候 我們將我們的兩手打直 不好意思 兩腳 好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屁股慢慢坐下來 好 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將我們的身體 撐起來 好 首先看我的動作 放到之後 撐起來 慢慢下來 撐起來 好 那記住 我們過程中 我們胸部 都是保持挺胸的 好 做的時候不會變駝背或掌肩喔 好 感覺到一下你的下手臂的肌肉 有沒有在運動 過程中呢 你的肚子都是保持收縮的 好 OK 好 那我們現在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我們總共是30秒時間 來預備 開始 開始 我們可以加一點點速度 好 如果你心中要有一個節奏的話 你可以摸屬 一二三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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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來做一個 拉曲家抬腳動作 腳往後延伸 並且往下蹲 或者過程中 你也可以做一個換腳動作 好 好 第三個動作呢 我們做一個踏板的橫移 加一點速度 好 然後變側面的 好 接下來下一個動作呢 我們要做一個push up 不一定是它的動作 好 預備 開始 好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一個蹲山者的動作 所以一樣踩 浮衣領身的姿勢 OK 首先 手先撐好 雙腳 並且交換 調整好你的呼吸 好 最後一個動作呢 我們要做個下手臂的動作 OK 將手撐在板子上 OK 腳打直 首先先坐下來 開始的時候 將我們身體撐起來 並且呢 將身體打直 挺胸 肚子收好 好 OK 以上 是我們今天的訓練 謝謝